基本上云端上这边就已经有放了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你就可以从这边 这个是写入成功的 那如果查询的话呢 就是这边 查资料的话 再把它查出来 那刚刚有发现 同学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如果你将来在 这个专案命名的时候 特别重要 你有一个文章的时候 Name的部分 请特别注意 记得呢 开头不能用什么 比如说 有很多同学就习惯用那个什么 比如说 类似像这样 就是用那个数字的话 那你的程式会发生错误 我好像前面跟各位有讲过 就是说 这个 变数不能用数字 是绝对的 变数名称 有没有 不能用数字 为什么 因为数字本身就是要来计算的 那另外的话 模组啊 这里面也不能用数字 但是如果说你一定要用数字的话 你可以在前面加一个英文字没关系 中文字也没关系 反正你开头不要用数字开头就可以了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不然的话 你这个 因为有时候你这个小细节 不会一般坊间书籍 也没特别提到 有些大部分也是经验 OK 所以有些东西的话 记得不要给他一个 还有呢 一些符号也不要用 像那个 这个点这个不要用 像什么减 这个减 目前看起来可以用 但是我建议也尽量不要用 顶多是用底线 underline这个 这个是相对安全的 不过还是建议啊 反正能不用就不用 因为写程式是这样的 我一直强调就是说 程式基本上 就是尽量不要发生错误 这样子写起来就会很顺 尽量 不要做一些那种危险动作 反正安全就好 安全的话 你写起来就很顺 很顺的话呢 你写起来也就不会有那些很怪的这个问题发生了 所以像为什么我写程式 基本上即便有错 马上可以找得出来 而且大部分是不太会错 因为我写的方法尽量就是 就是什么 按照那个比较正确 比较安全的做法 OK 就比较不容易出错了 OK 所以有些同学啊 常会问我一些问题 说啊老师为什么这样子会出错 OK 为什么 那其实我会 大部分回答说 说真的 我也从来没想过 为什么会出这个错 因为我就不会这样做 我不会出这个错 所以你问我为什么会出这个错 OK 就像说 比如说 什么 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 走轮行创业 尽量 OK 这样的话比较安全嘛 对吧 所以我们也不要说 反正就按照那个规则 OK 所以第一个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发现 好像不止一个同学 发现这个错误 好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刚刚主要就是针对什么 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 上面的这六行贴上 所以也许啦 甚至我建议各位 干脆把这个拿来当范本 有没有 上面六行 是建立什么 资料库 有没有 所以这三行是建立资料库的 这两行是建立资料表 有没有 资料库 资料表 那写法以后大同小异 所以也许你可以拿来大概固定的这个流程 然后再来做什么 中间那一部分就是读取档案 底下这几行有没有 我们后来刚刚有贴五行的 不过我后来加这一行 总共这几行就是要做写录的 那写录的话呢 我又把两行放在回圈里面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五十个人嘛 如果你假设你没有放回圈里面的话 你没办法一个一个把它写进去 所以它是什么 insert into 然后把那个资料放进去 然后写进去 所以先读第一个人 再读第二个人 再读第三个人 有没有 一个一个写 最后就是 commission 就是确定我要放进去了 然后就close就把这个连线关闭了 那就写成功了 ok 那如果你要确定说呢 你的资料要写进去或没写进去的话 那其实呢 除了用查询之外 我好像在云端上有放一个补充资料 在补充资料里面有一个叫siclite browser 因为我们是其实是放在哪里的 我们是放在那个cursor01.db 我上礼拜讲过你点开这个地方 是没办法直接看的 所以我们必须透过什么 把这个db直接用哪一个呢 用这个siclite browser把它来看 那这个软体一样是免安装的 ok 而且可惜啦 档案只有7MB 所以如果将来你可以把它放随身碟 然后把它解压缩 甚至你要看东西的话 这个最好是目录一样 把它看 因为这个解压缩全部好像会多一个目录 这里ok 然后直接打开它 告诉它说开启档案的时候的话 跟它讲说 我的资料是放在db底下的那个workspace 的那个test里面的src 里面就有cursor01这个 把它开启 那你会发现 table01上个礼拜的 跟那个member01今天的 有没有 然后告诉你说 你有五个栏位 a b c d e 然后形态的话是都test browse data一下 有没有 那member01就出来了 这边 几笔呢 下方会出现 1到50出现了 ok 那不过呢 另外顺便复习一下 如果说我现在 假如再执行一次的话怎么样 写入成功 然后呢 你到这边再browse一下 切到那个member01有没有 一把一笔 为什么 因为 它其实就是没有防 有点像怎么样 反正它就一直append 就是一直加到底下去 所以哦 一样的道理 就跟之前那个我们合并那个 全省邮局地址一样嘛 他append 一直像写到下面去 所以哦 如果说我今天怎么样 我希望哦 我如果再run它的时候呢 我可以先怎么样 先把这个里面的member01 先砍掉 砍掉之后的话呢 那我再重新建一个新的 再把资料放进去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一直重复了 所以我要怎么把它砍掉 所以如果我要把它砍掉的话 这个是建一个新的 那个member01 砍掉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在这个上面 多写 在第四行的地方 拿这两行来复制 这两行 这两行是开一个新的嘛 把它复制过来 那删除的话怎么删 其实蛮 其实蛮 其实有有点类似 啦 seagle swing的话 我们如果要产生一个 叫create table 如果你要删除table的话 叫什么呢 叫drop 我这边都打大小 drop table就删除 也就是说 我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先drop掉它 然后drop table呢 不过特别注意后面的话 if什么呢 这边是if not exist 这边应该改什么 if 删的话呢 应该是if exist 刚好颠倒 有没有 如果 如果你要create的话 应该是 如果它不存在的话 那我就把它产生 如果删的话 刚好颠倒 如果它存在的话 我才去删它 后面的话呢 就不需要带这么多栏位 所以后面这些有没有 可以把它删掉 就这样子 我要drop掉它哦 如果这个table是存在的话 那就帮我删掉 所以这个有点像之前那个 合并全神有地址 如果那个 它有存在 all的话 那就帮我把它删掉 OK 有没有 其实道理是一样啦 只是说 这个地方在资料库里面 之前那个是一个档案 OK 不过逻辑差不多 只是运作 OK 所以特别说 加这两行就可以了 如果呢 这个member的灵异存在的话 那就先帮我删掉 我之后再产生一个新的就好 OK 把它run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 这有资料 我们来把它run一下 执行 写入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会一直不断膨胀 没有 现在的话呢 会不会 重开一下 看一下 member 01 这时候 50 对不对 如果我现在再执行一下 刚刚会变100 又写入成功 再切过来 不过它 有时候会断线 把它close 再重新看一下 还是50 有没有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这边有一个 这两行的叙述 drop table 如果 if exist member 01 ok 好 所以如果 那两个方法 你可以用 SQLite browser 去开 要不然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用另外一个 就是写一个 SQL语法 去把它查出来 好 这个语法的话 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这个 大概第47行的部分 ok 其他的话 我这边有叙述 删除资料 就这两行 有没有 其实另外除了说 刚刚这个应该 drop table if exist 这个可不可以 这也可以 两者有什么差别 这个是什么 删除资料 delift from 这个是直接把资料表给删掉 ok 不过理论上哪个效率比较好 这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效率比较好 直接把什么 差别有点像什么 就像说你Excel里面 不是有工作表 一个是直接把工作表删掉 再重新新增一个 一个是不要删工作表 把里面资料删掉 道理 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只是说 看哪个做起来比较顺手而已 ok 其他的话大概是这样子 底下写入资料还有别的方法 如果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请各位可以再练习 干脆全省邮局地址 再把它全部转到资料库 ok 不过如果你们 这个应该比较困难 我是建议不然干脆 你们先放三重算 先把三重读进来 放到哪里呢 放到资料库里面去 ok 这个范例档 一样全省邮局地址在这里 把它下载一下 这个是上个礼拜 上上礼拜的 上礼拜的话 然后把它一样解压缩全部 这个目录就不要加了 因为解压缩 它会帮我已经建一个这个 然后我们的 不过你会发现 它中间分隔不是用豆点 它是用空白 如果你看几种做法 全部放进去 要不是把全部合并 再用O.tsd 全部写进去 要不然你可以先练习用三重 三重如果写的进去的话 其他应该也就没问题了 ok 试一下 好 尽量的话 有机会的话 就尽量多找一些类似的案例 反正今天主要的练习 就是什么 读取档案 读取档案 用realize 然后读进来之后 再把它Split Split之后的话 接下来就是 建资料库 资料表 然后看几个栏位 就insert into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分别把资料 全部放进去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我这个 全景邮局地址 几个做法 要不合并完 再把O.tsd 全部写进去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资料 通通放进去了 或者是另外一个方法 一边读 一边写 一边读 一边读 一边写 两个方法都可以 如果看哪个比较简单 看起来好像 先合并 再写好像 我觉得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ok 试试看 好 好 好